委員你好 我想要先在開始的時候 先跟你請教 因為我知道其實黃柱也花了很多力氣 其實在清管會裡面推動所謂綠色金融的部分 那當然最近一個市場上大家都很關注的問題 是關於探權交易所的問題 但我也必須提出一些憂心的地方 因為坦白說這段時間我們看到 很多的企業其實對於探權交易所有很多的想像 或者是很多的期待 可是看到這些企業的想像跟期待 其實跟實際上面國際上面一些比較好的運作 其實有一段很大的落差 比如說主委你知不知道一般在國際上面 可以境外的探權或國際的探權 其實可以來抵近自己國內的 大概抵多少你知不知道一般 我知道其實國內的環保單位是不傾向這樣做的 因為它會降低國內解碳的努力 所以一般國際上面 境外的探權可以抵大概最多5到10% 對 應該是不多啦 其實不多 也就是說在減碳的優先順序裡面購買 所謂的境外的探權 就在後面的 其實是不能是優先的事情 那可是我說實話 剛才就像有好幾位委員其實也問到 這種樹到底算不算等等算不算 很簡單 我們這個其實能夠說算不算的只有環保樹 他到底接下來會認哪些國際的探權的標準 這個探權的標準才能決定到底算或不算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說我們現在很可能前面我們需要先做一個期待的管理 不然這市場的訊息的紛亂 甚至我都聽到 這段時間都聽到很多的陰謀論出現 我自己非常非常憂心 當大家的期望 這個出了鬼 或者是當大家的期待 跑偏出去的時候 後面的問題我們就會蠻難處理的 這部分我還是要先提醒 黃主委的部分 我們必須來面對這件事情 那再來我是想要來問這個軟市長 我們還是想要去找一個一個特殊的壓力 我真的想要去想花家